編曲了喇 有一種花兒名叫瑪朗 你要尋找它清晰出陽光 伴着那个托子 瓦闸跟那个碧碳 摇着那托铃 吹着那婴儿 敲醒了黄沙满绝 回眸的天 哦 马兰 哦 马兰 一代代追寻者 青丝花白雪 一辈辈可及人 情诸便关联 青春无岁 生命无缘 我望一朵花儿将马来 香蕉蝎 香蕉蝎 马兰开花二十一 二五六 二五七 二八二九三十一 三五六 三五七 三八三九四十一 一个世纪伟人曾经这样说过 如果六十年代以来 中国没有原子弹 氢弹 没有发射卫星 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 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 也是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一九五五年的一月十五日 让中央做出了创建新中国自己核工业体系的战略决策 一批批充满朝气的海外学子和年轻有为的科学家 冲破西方的重重阻挠 毅然决然回到了祖国 他们一片赤城 夜以继日 把自己学到的专业知识和先进理念倾诉给祖国 倾注在新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 我们主人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快走吧 人家 cabai 大婚 但 Щ 滚 二 二 自己加油 二 欧阳信呢 牛北家的妈 牛北家的妈 昨天就没有我们家的鲜 你好好看看 汉奸浩 有我们家的 有我们家的 林小虎 有有我们家的 林俊德 是我哥的 吴清虎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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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是什么 我不看 你看呀 有什么事你就说嘛 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 喜鹊迎头轿 延篇咏 要问谁家事 金宝通知道 通知书来了 通知书来了 给我 不给 你给我 就是不给你 谁让你刚才不理我了 给我 谁让你刚才不理我了 我不给 就是不给 阿妹 没大没小 连阿哥的话都不听了 东西给我 来 哥 你考上大学了 浙江大学 鸡械系 我要赶紧回去告诉阿妹 阿妹一定刚醒患了 阿妹 你帮阿哥个忙 通知书这点事啊 先别告诉阿妈 好吗 为什么呀 你不想上大学了 不是 阿哥就是想啊 让你先暂时保密两天 行吗 那可不行 阿妈天天让我到村头去等送信的 今天天还没亮就让我去了 他会骂我的 阿妹 从小到大 阿哥没求过你什么事吧 你就当 帮阿哥一个忙 好不好 我不 阿妹 你不是一直想去泉州吗 只要你帮阿哥保两天命 阿哥呀就带你去泉州 怎么样 真的 真的 那我也不敢 泉州 就保两天命 你再想想 就两天 就两天 那好吧 该俩拉钩 拉钩 拉钩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阿哥 无法 阿姐 司令人 我娘把我送到部队 跟着您 是为了当兵打仗 您知道好 把我们从亚禄江 带回祖国就一直向西 走到这个 这个连鸟都不拉屎的地方 咱们这到底要干什么吗 同志们都有牢骚有意见 他们还能发发牢骚 我一个字也不能说 我憋得慌 跟你娘说了 报告司令员 遵守纪律 严守秘密 我没跟我娘说 是我 十五岁你娘 就把你送到了部队 跟着我 经历了硝烟弥漫的战火 目睹了上甘陵 惨烈的战斗 小小年纪 也算是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 我们有多少像你一样年轻的战士 都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 现在我们的国家刚刚建立 生活十分艰苦 路也十分艰难 是我 我们国家现在需要的不是打仗 需要的是有知识有技能的人才 人才啊 报告 北京雷弟 总部领导 正在研究你们前方的 关于重新选址的建议 会很快答复你们 现在我们国家建设需要大量人才 我跟你一样 求贤若可 私贤若可 欲贤若可 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教育部人才工程已经正式启动了 报告 陈开远教授到了 好 多保重啊 那就这样 陈教授你好 你好 李副主任 谢谢你给我们全家安排得正好 应该的应该的 请坐请坐 不要感谢我个人 请 是党中央和国家领导对你的关心 你是从海外归来的大博士 大教授 大知识分子 新中国的建设需要你们 我会尽自己微薄之力的 国务院会议决定 人才教育工程计划 已经全面启动 此行派你瞒下 有劳教授了 李副主任 北大清华的招生正在进行之中 按照计划 我这次重点是去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 宣马人才 之后 我们的这地蛮 往后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玛知道了 您 您知道了 全村人都知道了 阿玛能不知道吗 妈 我还以为您不会让我走的 阿玛不吃不喝也要把你供出来 阿玛 我这次是和表哥一块儿去 他说泉州是个大地方 有很多的活儿 我们俩啊一定能挣特别多的钱 等我把钱挣回来 您就不用再费心了 可不可以 穿上试试 吗 怎么过错新衣服了 那阿爸的 一直不舍得穿 改改 你穿着正合适 阿德 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别惦记家里 上学的东西 阿嬷都给你准备好了 阿嬷 你都知道了 你能考上大学 是咱紫美村头等的大喜事 想瞒都瞒不住 如今哪 你阿爸和爷爷 都可以含笑九泉了 阿德 咱紫美村 是个小地方 泉州是个大地方 杭州可是个大天堂 到了那儿 要好好读书 特别是做人 一定要堂堂正正 阿嬷 阿嬷 其实我想告诉你 我想明年再上大学 你说什么 你果真不想上大学了 你果真不想上大学了 浙江大学可是外国人眼里的东方剑桥 真挺高兴 郑哥哥 恭喜你 谢谢你 静言 我终于如愿了 你呢 你毕业之后 要考那次大学 要考那次大学 我想考北京大学 可是我是独生女 爸妈都希望能留在他们身边 我的后落 他们早就安排好了 肯定舍不得呀 其实我也是 妈妈大病出狱 我这一走还真有些担心 放心吧 郑哥哥 我会经常去看阿姨的 谢谢你 静怡 你以后到底怎么打算呢 我能有什么打算呀 男孩和女孩就是不一样 再说 我爸身体一直都不好 我也不想离开他 我又是在南京出生 我在南京长大 我挺舍不得这个地方的 反正还有好多年呢 到时候再说吧 我觉得呀 你还是到这儿来吧 距离南京也不远 又是东方建桥 有好多老师都是 国外著名大学回来 毕业任教的 能学习到先进的理念和知识 毕业了 我们一起去建设新中国 好不好 我首先代表校方 热烈地欢迎你 小师妹 来 定高哥 为什么演戏的时候忘彩了 你怎么又提这个呀 你不知道 我跟你说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演 莎士比亚的戏剧 上来就是哈姆雷特的王子 你说那得多紧张啊 再加上 我发现你坐在下面看着我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要不是同学的提醒 果真是出大洋相 都怪你个小丫头 那你现在紧不紧张啊 不紧张 我现在还是紧张什么 那不紧张再演一遍吧 不演 演吧 不演 演一下 演 好啊 生存 还是 还是死亡 什么词来着 自己想吧 又忘词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结局 到底哪个更高超呢 行了 快要下雨了 咱们走吧 好吧 到 陈教授 新生报道的时间 马上就要截止了 但是您的专业有两个学生 到现在还没有来报道 刘振国 家中南京 很近 可能今天就能到 这个林俊德路途有点遥远 家住福建缅南山区 可能通知书到得晚吧 也许人正在路上 我觉得 这不是借口 路途远可以提前上路吗 像这种没有时间观念的 怎么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 我要没记错的话 这个林俊德 就是这次考试成绩 特别突出的那个人 是的 就是这个林俊德 不是 我不是不想上学 我是想等 家里不差你一个 家里不差你一个 再说你阿爸和爷爷 教了一辈子的书 他们就希望你金榜提名 难道他们说的话 你都忘了 我没有忘 家里的祖讯 我一直记在心上 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因为我想改变 阿玛绝不允许你改变 你把祖宗的训诫 给阿玛背一遍 站起来 站起来 古代 但凡那些想在天下 弘扬正大 光明品德的人 必须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 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 就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 和家族 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 和家族 就先要端正自己的品性 要想端正自己的品性 就要先使自己的意念珍诚 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珍诚 就要获得知识 只有在 获得知识之后 通过研究学习 才能使自己的意念珍诚 二一年珍诚之后 就能管理好自己的国家 国家管理好了 天下 自然已就太平了 一个只知 一时温饱的人 何以修得高位品性 一个只顾个人家庭温暖的人 何以带领整个家族 一个只顾眼前个人利益的人 如何治理好国家大事 阿玛 你听我说 我不听 你跟我走 走 阿玛 阿玛 走 我不走了 这打了叫什么诈 一天到晚闷在鼓里 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走来走去 在大风沙里转来转去 到底要我们干什么 是啊 我出来的时候 都没有跟我娘说一阵 就不明不白地死在这儿 咋了 怕死了 怕死 怕死我就不来当兵了 你还没忘你是个军人 军人天真 就是服从命令 我该问得别问 我觉得组织对我们不信任 我们都是党的人 上刀山下火海 我们眼睛都不会长 可你说的算什么 不知道怎么死不说 还落下个不忠不孝的臭名声 行了 牢骚都发完了吧 好 下来 走 反正我就是有意见 我有意见 走 你也有意见 我也有意见 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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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 别怪战士没有牢骚了 就连我都有情绪 你说 咱们都是从枪林弹雨里闯过来的人 干什么也不告诉我们一什么 你说是不是不信任我们 你 你倒是说句话 你想是不是知道啥 不知道任务 不明确方向 也不清楚要求 这是打的什么仗呢 对 是 太窝囊了 我们的任务不信任我们 最可恨的是 我们整天被蒙在鼓里 搞到晕头状下 简直是漫无目的嘛 我们都是经过党组织 严格审查的 为什么不能把事情告诉我们 就是啊 我们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们呢 应该告诉我们 是 同志们 坐 都坐 已经几个月了 大家战狂风斗杀暴 搞勘探座研究 非常地辛苦 特别是 对我们不明确工作目的的 有不少的情绪 甚至是牢骚 我能理解 今天我要给大家交个底 经北京总部批准 我们此次的任务是 勘查建设 我国原子弹 氢弹的试验拔场 这是真的吗 真的啊 我们很快就要试报 我们自己制造的原子弹了 好啊 苏联老大哥派来的专家 让我们在这里 建一个两万吨的 两万吨怎么能够支撑起 我们一个六万万的民族呢 是不是 对 是 是 要我说呀 要建咱就建个大的 起码也得两百万吨 三百万吨 甚至是五百万吨 好 好 好 也许咱们现在造不了 那以后呢 经过之前专家和同志们的 努力工作 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这里的基本情况 第一 这里属于大空土质 无法搞建设工程 第二 没有水源 我们的生活和施工用水 无法获取 最主要的是 离我们这儿百十公里的 敦黄墨高窟 那可是一千多年前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贝 不能毁在咱们手里啊 是不是 对 是 对 因此必须要换地方 报告 进来 司令人 推进来电 同志们 同志们 北京总部 已经同意了我们 改换选址的建议 并派增援部队支持我们 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国家教育部 已经启动了 人才教育工程 苏联专家 正分期分批地 到达我国 和国防的各个领域 一批的海外学者 也要陆续地回到祖国 一切都如预期计划那样 趁公在望啊 同志们 立即准备行狼出发 目标一直向西 罗布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青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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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康 来 学校都有学校的规定 招生自有招生的几率 规定服务于新中国建设 招生重在选择 我们集聚的人才 我们都知道 现在很多家庭的生活 还十分困难 有的新生路途也很遥远 或许有的学生遇到了我们 无法想象的困难和总理 是啊 白费带兴了新中国 培养人才的重任 舍我其谁 报效祖国需要我们大学 敞开大门 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刚刚接到刘振国的电报 他是因为母亲有病的原因 明天才能报到 所有的学生都能如期到达 可就是那个林俊德 到现在都杳无音信 阿嬷 外面下着雨 你让我去哪儿啊 通知书放哪儿了 你说 拿出来 拿出来 阿嬷 为了帮我上悬 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我不能看着滴没饿肚子 我不能看着你受苦 这个悬我不上了 陈教授 先生报到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马上就要正式上课了 按照录取通知的要求 可以把林俊德 从花明册上除名了 我们现在一个简单的决定 就确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林俊德是这批考生中 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 我建议再等等吧 一个山村的孩子 能考上我们浙江大学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况且国家现在急需人才 能多培养一个大学生 就是为国家多做一份贡献 我赞成你的说法 我们的国家建设正需要人才 陈教授 那您的意思是 当 敞开大门党 您家的列祖列宗都在这儿 您阿爸也在这儿 您敢当着他们的面 把你刚才说的话 再说一遍吗 拽警召开 保护积极车位 拽警召开 拽警召开 保护积极车位 别够伤 快 你去 快 保护设备 保护设备 阿爸 我答应过你 要好好学习 现在我做到了 我考上了浙江大学 可是我还答应过你 要好好地照顾阿妈和弟妹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 为了我上学 在这里忍饥饿 受苦受累 所以这个大学 我不 阿德 阿德 你不能说的 天上在披着雷 你不能说 你不要说 你不能说的 阿德 阿德 这个大学 我不说了 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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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说 他有拗训的 你不会说 你他们说 你是不是 你不讨论 你不讨论 如果说 他就讨论 那你没错 你不讨论 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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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我们祖祖辈辈 到今天就除了你一个大学生 你阿嬷临死的时候 千叮万柱的 让你好好学习 我也答应过她 阿嬷就是再累 再苦再难 也要供你上大学啊 你是个真气的孩子 你是个孝顺的孩子 你今天考上了 临家的列祖列宗 都会孝心了 阿嬷 你不能听我 你要去上大学的 知道吗 阿嬷 啊 胡嫂 阿德 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 是我们全村的大喜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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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辈子 是我们的荣耀啊 对啊 是我们的荣耀啊 我担着你 一片孝心 你阿妈 弟妹 是需要你 可是国家需要建设 需要有学问的人哪 是 如果我们梓美村 废师好人 都封不起一个大师生 那是我们的侧辱 叼了祖宗的脸 我们大家商量好了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一定要吧 阿德 你这孩子 走进大学 是 是 来来来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小心 带上 明悟了好时光 你 有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横宫 这里有多大 十万多平方公里 够大了 够大了 踏遍荒漠寻宝地 跋场定阵 都好 走 里边看看 大家看 这是什么画啊 快看 快看 漂亮 真神奇 何总工 这是什么植物 这个叫兰花 有的地方叫马兰花 这茫茫隔壁怎么会有呢 这说明地下有水 或者附近有水源 守护 到 拿地出来 我们现在在什么方位 在这儿 这是波斯通湖 我们跋场标准呢 标准在这儿 我们在这儿 我们大约相距三百公里 好 好极了 我看基地的生活区 就定在这儿 植物能活 人就能生存 司令员 没想到 这鸟都不拉屎的地方 能长得这么漂亮的花来 这地方叫什么名字 到时候我好跟我娘说 这个地方还没名 没名字 没名字 司令员 你悬问大 又会写诗 给起个名呗 是啊 司令员 先听听同志们的意见 司令员 这里离波斯通湖近 就叫波斯通庄园吧 庄园这有点像外国民 那你说叫啥 咱们是来搞原子弹的 不如叫这儿原子层吧 不行不行 原子层这个会泄密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说叫啥 行了 好了 好了 咱都是大老粗 别装门人了啊 司令员 你来吧 对对对 司令员来 司令员来 司令员 这楼不坡 不但是我们要找的好地方 而且这马兰花 又美丽又顽强 像我们的战士一样 我看就叫马 马兰村怎么样 马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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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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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到这儿吧 路上多小心 孙长 走 走了 走 阿嬷 我走了 走吧 林俊德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挑着扁担走出大山走进了浙江大学 这一年他刚刚十七岁 也正是这一年的一月十五日 当中央做出了创建新中国自己核工业体系的战略决策 一批批充满朝气的海外学子和年轻有为的科学家冲破西方的重重阻挠毅然决然回到了祖国 他们一片赤城 他们一片赤城夜以继日 把自己学到的专业知识和先进理念倾诉给祖国 倾注在新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 林俊德 林俊德哪里知道 他的梦想竟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 Berg tast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校长 我打算回到我的老家永春 当一名中学老师 那个林俊德把他叫来 他 已经分走了 我们的纪律是 上不能告知父母 下不能告知妻儿 我的任务 就是把你们 从刚出校园的学生 变成真正的军人 我真的希望他们 能够早日到来 成为我国 国防事业的尖端人才